中国对决 北京319政变始末 作者 向阳 播讲 夏秋年 第六章 极调38军入京 胡锦涛出发调兵令 陈浩苏、何光业与周永康密谋政变的一举一动都在胡锦涛的掌握之中 从二月份开始 胡锦涛就已经开始着手部署 准备应付不测 他首先换掉了38军的军长王熙新 安排65军军长许林平接任 然后又对武警总部进行敲打 计划在18大之前换掉现任将领 换上自己放心的人来掌控 在此之前 他已经把武警14个师中的10个师都换了军事主官 特别是京津地区要害部门的驻军 中高层全部调换一心 这样做的目的是担心武警出现两个指挥中心 被政法系统所利用 38军被用作党内斗争的工具 威涉政敌 是毛泽东时代留下来的政治传统 第二次庐山会议之后 毛泽东担心林彪势力做大 开始在军内掺沙子 甩石头 挖墙脚 38军是老毛的重点目标 林彪果的小舰队开始策划对毛实施军事政变 老毛立即让李德生紧急调动38军一个师进驻北京南口 以防不测 这一次 胡锦涛也有样学样 决定调38军进京 威涉武警 拿下政法帮 当安排在陈浩苏身边的卧底 通过国安系统把陈浩苏和光业潜入政法委大院 策动周永康谋反的信息 送到胡锦涛案头的时候 胡锦涛决定马上调38军进北京 由于当时习近平不在北京 临时去了河北 胡锦涛只找到了徐才厚和郭伯雄两位军委副主席 其他军委委员如总参谋长陈炳德和国防部长梁光烈都没有通知 当胡锦涛谈了自己的想法之后 徐才厚沉吟半赏后才说 我们现在还没有基本证据能够证明他们要发动武警兵变 在这种情况下调动38军一个集团军入京 是不是动静太大了点 郭伯雄却不以为然 他说兵变这种事哪能像打黑一样 非得掌握了证据才能打 如果我们掌握了证据再防范 早就成了他们的俘虏了 当年毛主席几次调38军入京 哪次有什么证据 不就是提早防范 打个提前量吗 徐才厚看着郭伯雄张了张嘴 想说什么又没有说 胡锦涛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就赶忙打圆场说 我们是不能跟毛主席相比 不过历史的经验也应该借鉴 情报显示 那两个人确实策动政法委在灯市口西街调兵造反 不加防范太危险了 我们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徐才厚道 两个煽动分子抓起来就是了 永康同志连这点觉悟都没有吗 郭伯雄说 怕就怕他们沆瀣一气啊 政法委这些年早就成了第二中央 手里有点警察部队 连军委都不放在眼里 胡锦涛说 政法委是武警在警卫 周不下令 我们抓不了那两个人 公安听他的 武警又在他手里 我们手里只有中央警卫局这点兵力 不要说抓陈浩苏和何光业 就是能守住中南海都困难 这也是我想调38军进来的一个原因 徐才厚说 可是调38军一个集团军进京 连毛主席当年都没有这么干过 根据规定 需要军委主席 第一副主席和常务副主席一致同意并签字 北京军区司令员亲自下达命令 38军才能执行命令 我们现在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呀 习近平同志不在 军委只有我们三个人在讨论这个问题 从理论上讲 这样做出的决策是非法的 北京军区和38军可以不执行命令 胡锦涛虽说也干了八年多军委主席 但是对军队事务根本不熟悉 他一听徐才厚这话就傻了眼 搓着双手不断的说 那怎么办 郭伯雄说 活人还能被尿憋死 调不了一个集团军 我们就调他一个师 实际上 解决北京城里的武警 也不需要38军一个集团军的全部兵力 把113师和第6装甲师调来 再加上航空兵八团掌握制空权 再由中央警卫团做内应 解决掉几个步兵师改编的武警师有绝对把握 何况北京城里也没有那么多武警 也就是公安八局那点兵力 我们和他们的力量对比是6比1 符合打歼灭战的标准要求 郭伯雄说的铿锵有力 让胡锦涛很受鼓舞 他信心大增 又问徐才厚 才厚同志的意见呢 徐才厚看出胡锦涛是非要动武 而郭伯雄又竭力支持 也不好再泼冷水 就说 这样操作在程序上是没有问题的 我可以配合锦涛同志给38军下命令 伯雄同志要做好北京军区的工作 我和锦涛同志可以口头下达调兵命令 但是最终要以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同志下达书面命令为准 我现在就让作战部起草好书面命令 我们三人签字 然后由伯雄同志带着去找北京军区 伯雄同志到达北京军区传达命令后 来个电话 我和锦涛同志给38军下达口头命令 我们双管齐下 应该说 徐才厚考虑的比较周到 可谓滴水不漏 即使将来出了乱子 追究起来 程序上说不出什么问题 不过让郭伯雄去找北京军区 防风辉会是什么态度 他们谁都没有把握 郭伯雄既然夸下海口 那就应该他去干这差事 三个人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 胡锦涛又提出一个问题 我们决定的这个调兵令 军委其他委员要不要通知一下 总参那边是不是也应该知会 徐才厚 郭伯雄都明白 胡锦涛这是在给自己留后路 可是问题的关键在于 调兵是三个军委主席做出的决定 不是军委做出的 你想让人家承担责任 也根本说不过去啊 至于总参 你就根本没让人家参谋 就自己做出了决策 现在知会是什么意思 徐郭都意识到 胡锦涛真不是个能拿得起放得下的军委主席的料 赔这样小心眼的弱主 真是悲哀 徐才厚没做事 郭伯雄最后说 锦涛同志自己决定吧 时间来不及了 我得去北京军区了 郭伯雄到达北京军区的时候 军区司令员房峰辉和政委福廷贵已经在作战室等候了 瞎注 事实上 北京军区政委福廷贵已于2009年底离任 留福连为继任者 不过我们还是沿用书中的说法 他们提前接到中央军委的紧急电话通知 在军区作战室迎接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对郭伯雄的调兵命令 房峰辉感到非常震惊 因为这是近20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中央出现了什么问题 为什么要调兵 调兵令是否经过了中央军委的一致通过 一系列的问题都涌上心头 他皱着眉头说 首长 这么大的事 我还是召集军区党委全体同志一起到会听您传达吧 我跟政委两个人负不起责任啊 郭伯雄大声吼道 时间来不及了 38军必须马上进京 否则就要出现大乱子 政委福廷贵说 不就是重庆那点事吗 薄熙来不是已经被控制起来了吗 难道还怕他的党羽杀到北京来 房峰辉见政委也站在自己这边 就又说 党委会不开 至少要让武警总部的同志来听听吧 否则我们这边突然调兵入境 弄不好会跟他们闹出误会来的呀 郭伯雄红着脸敲着桌子说 房子就是武警 重庆那边算什么 根据可靠情报 常委中有人出了问题 有人要在今晚策动武警政变 包围中南海 党中央危在旦夕 三十八军驻防惊机是干什么的 不就是关键时刻保卫党中央吗 你们俩现在还在这里蘑菇 是不是军衔到头了想退休 房峰辉福廷贵见郭伯雄话说的这么重 吓出一身冷汗 赶紧表态坚决保卫党中央 保卫胡主席 郭伯雄出示了由胡锦涛亲笔签署的调兵令 房峰辉见了 对福廷贵耳语道 怎么没有习近平同志的签字 这不符合规矩啊 郭伯雄看出了他俩的狐疑 就说习近平同志完全同意胡主席的调兵命令 但他人在外地 命令以后会补签 福廷贵是有名的军中小诸葛 他担心将来出了问题 郭伯雄不认账 赶紧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没二话 立即通知三十八军入京 但是郭副主席 你得给我们在命令上注明一下 这样手续上我们没有责任 郭伯雄心里很恼怒 但是他没有办法 调兵令十万火急 他不得不在这份命令上注明 习近平副主席同意调兵 以后会在命令上补签 郭伯雄 拿到郭伯雄的书面命令 房峰辉立即叫来军区总参谋长 作战部长研究作战计划 并向三十八军口头传达了进京的命令 郭伯雄回军委去复命 房峰辉还是满腹狐疑 又给军委打电话核实 接电话的居然是徐才厚副主席 徐说你们按照命令去执行就行了 实际上这个时候徐才厚已经给三十八军下达了口头命令 一切安排妥当 房峰辉仍然感觉不妥 就又给武警总部打电话 通过总机找到了武警司令员王建平 他单刀直入 王司令 你们武警最近有什么行动吗 王建平对北京军区司令员房峰辉突然打来这么一个电话莫名其妙 没有啊 房峰辉又问 有没有军事调动或者说演习之类的 王建平答道 武警也受军委领导 有大的行动 军委肯定会知会你们北京军区的 我们又不是野战军 没有什么大的演习 各支队自己搞点防暴演习或许是有的 但是通常都是很小规模的 一个支队的规模我都会知道 但是最近没有 房峰辉又问 如果公安部或者政法委调你一个师 搞点什么名堂 你会提前知道吗 王建平吓了一跳 你说什么呀 别说一个师 一个团都不可能 我们武警一共14个机动师都受总部直接指挥 任何人都不可能调动 除非中央军委下命令 并由我们总部直接策划指挥 房峰辉放下心来 就说 我得到情报说 有人可能打你们武警的主意 搞点小动作 老弟 你可要上点心啊 北京主要是我们的地盘 职责所系 我不希望我们之间发生点什么误会 王建平 房司令你什么意思呀 你能不能把话说清楚点 我只能说这么多 再见 房峰辉挂了电话 王建平顿时如坠雾里云中 王建平是河北人 1969年入伍 1992年在第四师军担任120师师长 后来调入武警担任武警西藏总队总队长 在西藏工作期间 受到胡锦涛的注意和器重 他跟房峰辉在军界的经历没有什么交集 但是2009年武警司令员无双战退休之后 他被胡锦涛点将成为第七任武警司令员 在考察人选时 因为同在北京 需要协调关系 中央军委特别征求北京军区的意见 据说房峰辉说了王建平的好话 此后 王建平跟房峰辉的关系一直很密切 这次房峰辉突然来这么一个没头没脑的电话 王建平立即体悟到房峰辉在暗示自己小心应对 王建平接到电话之后 立即对武警部队的军事调动情况进行调查了解 但是一片平静 没有看出丝毫问题 王建平不放心 他知道房峰辉不会无缘无故跟自己开玩笑 就下了一道命令 自即日起 武警部队一切行动 哪怕调动一个牌 都必须经过总部批准 24小时之内 北京地区除非有重大案件发生 并得到武警总部的直接命令 所有武装人员都必须待在营房里 不许有任何行动 这个命令迅速传达到了66万武警部队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